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宗教庙会里面正式表态要参加台北市长的选举 赶在党内初选前国民党各方人马纷纷表态 目前包括地委丁守中 蔡振元 市议员秦慧珠 杨石秋吉 钟小平都已经表态参选 大伙都自信满满 志在必得一副非我莫属 但听到这个名字大话吞进肚子里 已经胜文如果能够在中秋节前表态 我就不会表态参选 但是因为时间急迫了 不处了 所以过了中秋节 我仔细的思考之后 毅然决然的选表态参选 大家还是这个君子之争嘛 既然有初选的制度 那大家就凭初选嘛 向来被视为燃军热门人选 严顺文基层支持度稳定 九月风暴 反马挺王 炮打主帅的动作 似乎刻意和选举划清界限 不过该来的跑不掉 严顺文私下曾表示 我不去找政治 政治都要来找我 我要正面去面对 和钟表态可能已经做好 进军首都的心理准备 事实上他的家人 包括一三 是非常的担心他选举的安危 因为上一次的这个枪击的阴影 是仍然存在 我们现在目前的人 正在在思考 这个人生动的这样子 一个影响 那不论是採权与否 那目前都还在一个思考的阶段 被市长大卫 蓝军各方人马 摩拳擦掌 直言剑马的严顺文 能不能胜出民意支持度 恐怕不是唯一因素 专讯黄民旧黄园 SNG小组台北曾报道 好 看出来呢 在这个国民党内部 对于要角逐下届台北市长的选举呢 其实各方摩拳擦掌 已经放出风声 或已经表态的人 是越来越多 但是呢 其实各方的民调看得出来 这里头最有迎面的 好像还是蓝胜文 但是在这一回 骂了马英九挺了王金平之后 这个时刻这样的讯息出来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 一切都在铺排当中吗 但是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内部的初选 明年才会举行 这段时间应该怎么看 大家各自在这台面上 或台面下的一个努力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连胜文 好 这里看到说 这回讲到说 我不去找政治 政治都要来找我 既然政治来找我 那我就正面去面对他吧 这句话说得够白了吧 来 林委员 已经算是蛮直接的 但是毕竟大家的采访 还是从他身边的友人口中 释放出这样的消息 所以我们该怎么看待 过去这段日子 有两件事很确定 第一件事就是说 在所有这种蓝绿的政治人物 想选台北市市长的 大概连胜文的民调一直都最高 第二件事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连胜文一直没有答应要选 那刚才谢国良讲的一件事 那倒是正确了 就是他的太太 胜文的太太易三 这个是一直坚举的反对 我想跟枪击案的阴影 依然存在是有关的 到现在都没改变 这个蔡易三的态度 我记得几个月前 我特地请了他们夫妻 还有一位朋友 还有我们夫妻搭起吃饭 当然谢谢他 每次选举他 把我站台帮了很多忙 那我就特别说了一句话 因为事先盛文就跟我讲说 今天千万不要谈选举好不好 我太太这个很敏感这样 所以我就想了最后 也不能白吃我这顿饭 所以我就说 这样子敬你们夫妻一杯 那很多人 我还不敢讲我 很多人对你们是有期待的 他一三了 他的太太 反应之快而且之强烈 他马上把被子放下来说 有什么期待 你说有什么期待 非要说清楚 他就是希望你们心想事成 长运百岁 NNI 他说这样子 其实他忘了我讲的第一句话 心想事成 他心里可能不太想 我相信盛文 但是他想 我觉得一个人 像盛文有这样一个条件的 这个年轻人 对政治有充满着兴趣的人 他是不可能放弃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 那我要讲就是盛文他人格里面是有一些特质 第一他很有喜感 个子高高壮壮的 这个看起来就很有喜感 你人瞩目 对 然后这个脾气非常好 而且EQ非常好 他陪我去万华有一个地方扫街 拜票 就碰上一位老兄过来 是 就打了他一拳 他的眼晶片都掉下来 对 他个子这么高 那个人站在他旁边指到他胸口 盛文只要一抬脚或是一动手 那个绝对倒下去 盛文就摸摸他被打的部分 然后就剪取眼镜 重新把它组合起来 就戴起来 没有讲一句话 没有做任何一个动作 到第二天又高高兴近 跑到青年国宅那个地方 帮我上台助讲 上去一下把我保起来 一点不埋怨 然后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 所以他选举的时候 他有时候开玩笑说 他都比你还认真 盛文比你还认真 我们俩站在一个宣传车上 他揮手跟群众 跟路过的民众打招呼 跟他们互动 我看他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候选人 候选人比你还投入的感觉 所以盛文不是只有这样帮我 他帮很多人 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 他都这样在帮忙 所以他累积很多人墨 这个东西跟他的父亲 廉先生有没有关系 多少有一些关系 因为廉先生也照顾了很多人 可是跟盛文自己本人比较有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他虽然有很好的一个家世 可是他的条件非常好 你看他讲话 每次讲话 这里面都有一些智慧 你看他讲这个话 我不找政治来找我了 所以他讲你们不要怪我 我出来不要怪我了 就是说这个人的EQ非常好 他的逻辑也非常好 而且说实话 国民党也应该要 有世代交替的准备 40岁的人 40岁上下的人 你们要给一个机会给他出头 我认为说未来会不会有什么 马总统有没有清定人选 我想马总统大概不至于这样做 即使有清定人选的话 说实话也要通过民意 我常常讲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不要说办初选 光做民调 就把没有希望的人 嚇到不敢出来选 连初选都不敢参加 我说实话 你如果盛文的民调一直这样高 而且要大家注意一点 盛文到现在并没有讲过 他要选市长 没错 所以有些人就移情到别人的身上去 盛文今天如果讲说 他要出来选市长 很多中间的人的票就会进来 他的民调好会超越现在 而且也超越很多 说实话我们每天都在地方上走 我第一方上我接触的人 不管什么族群 不管性别 多数人要支持的是盛文 我说这种话 这个丁守中我好朋友 蔡英俊也是我好朋友 说真的 那我整个来看 目前至少在我的选区 中正万华区 支持盛文的人 是遥遥领先的 好 这是这个林委员 当然是跟林盛文是好朋友 所以在这里不只有观察 也有私交 但是这里告诉大家是 认为盛文应该是一个 可以被期待一个未来的明日之星 刚讲到 国民党到底该不该世代交替 林盛文也42岁了 这个四字头还不能够出头 对于国民党来讲 其实这也是接下来人才 要继续往上来铺牌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接下来的话 到底会怎么做 其实话说了不少 最近他常说话 那当然就在马王这场的 一个政治风暴当中呢 他的态度也是相当之明确的 同样学法的他 对马总统这次的处理方式 他可是不以为然 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过程当中 国民党才刚刚选完中常委 但他没有选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们也必须考量很多 各种万一的状况 我想我们做出的决定 才是真正负责任 强调要想清楚 才是能够做出有负责任的决定 跟动作 在这次王金平呢 被国民党给搞 这个开除党籍 给撤销党籍的时候 他说人坐在家里 或还是从天上来 还是要有所防备的 面对这个险恶的环境 他说家里要更团结 到底是不是12月要做出决定 我这边要先请教庞老师 你今天看到这样的讯息 我们说政治人物都会放话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态度 对 那您今天看到这样的讲话 说他常常出来话都 话中有话的一个感觉 但话也不说清楚 不过这里看到说 他是有智慧的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书 虽然从国外拿博士 但显然一些书 还读了不少 特别一些史书 那您看到这里是 已经是告诉大家 再来后的动作 大家不要意外了 就是走下去了 我想刚刚御方叔 已经把联顺文的一些特质 已经做了个说明 基本上我都同意 那么如果 以我理解的 他参选的意愿 原来的确是不高 那么也听说 他曾经透过适当的管道 跟马总统表达过 他并不想参选 但是后来 情势的演变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一开始就谈到的 就说他不去找政治 他政治找上他的身上 那么后来很多情势的演进 也让他觉得说 可能这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 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再加上 我也会晓得 就是说是地方上面 有很多的声音 包括在国民党的选举 这一个中常委的 那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也有很多人 在选举的过程中 就表达支持的 这一个态度 那么另外 在台北市的部分 大家要晓得 就是说台北市长的 这一个诞生上一次 好龙斌好市长 产生的时候 就不是所谓 清定人选 大家还记得 那个时候 如果按照清定人选 的规划的话 本来应该是当时的 副市长叶金川 那么叶副市长 可是后来的发展 很清楚 就是好龙斌 因为经过 国民党本身的 这一个体制 他有一个 产生了市长候选人的机制 他因为在机制里面 获胜了 包括那个时候 比如说跟他 这一个竞争的 丁首宗丁委员 也是一样 大家就进入 这一个体制内的竞争 那么在竞争结果 谁赢了 那么当然谁就出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联顺文 在未来这一段时间 你看他真的做了宣布 我同意刚刚 郁方兄的一个分析 那么在民意支持度上面 可能会有更大的集中 那么如果按照 上一次的这个 台北市长候选人 产生的这个程序 那么经由 国民党内的程序 成为国民党下一任的 台北市长候选人 我想这个机会也很大 那么以马总统的这个个性 就算不喜欢 但是他还是会尊重体制的 是好 这很重要一句话 就算不喜欢 但马总统一切依法行事 依法行政 尊重体制 选出来的这个代表 那他恐怕也得接受 就像当年上一次 郝龙斌市长能够出现 其实也让国民党内部 很多人很扼腕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预告节 带大家来看 其实现在说已经公开表态的人 不少了 最早讲的叫做杨时秋议员 然后美阶市长他都想选一选 所以去年就先讲了 那最近这一波 当然丁守中 在7月11号已经宣布了 他还告诉大家 我三度角逐 这是最后一役 好悲壮 再来没办法 再不选 下次真的没机会 那再来看到的 昨天是蔡正元 但还是强调尊联 但时效已到那该怎么办 现在只好选到底 因为连盛文不宣布 他也是在一个没办法 那现在大家怕的是什么 连盛文的民调 就是这么样的高 这是望望忠实 时报周刊 在9月6号初刊的时候 在国民党内部 蓝军里头 连盛文依旧是得一名 那刚刚讲的丁守中 或是之前传出被清定的 可能叫江一坏 可能叫李宏元 甚至现在已经也讲 已经表态了 蔡正元 杨时秋都输他 其实这个连盛文 如果他正式要在党内 参与这个初选的话 那我看其他的候选人 一定在这个协调时候 大概依照民意 大概就要必须放弃 可是有意思的是 蔡正元跟丁守中 今天都相继的 这个宣布了 那虽然他们 正式宣布 要到10月 这个大概六七号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蔡正元 她曾经说过 她说如果 连盛文选 她就不选 她们好像还在赌一个 可能就是连盛文 不选 所以他们两个人 还要卡一个位置 但是 这就是现在非常的风云 鬼掘的地方 那连盛文她这个整个的要不要选 其实林委员讲的就是一个关键了 像林委员跟她这个家庭关系非常好 加上谢国良这个委员跟他们也非常好 他们讲到的关键人物 还是就是她的太太 对于她的安全上的顾虑 那还有一位委员跟我说过她 蔡依山的这个条件是说 连盛文如果参选 不可以在户外有这个参选的公开的站台 或者说宣传行动 因为怕很危险 所以怎么去说服蔡依山这个部分 或者是连盛文怎么评估 她在未来选举当中 不会出现这么千万分之一的 像上一次被这个误极的这个状况 因此这个部分恐怕还要来说服 但是现在连盛文参选与否 我猜测马英九总统都不会有意见 马英九总统也不会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但是很尴尬的是 连盛文他在这一波的马王的这个之争当中 他对程序正义部分 他是非常的坚持 马英九的这个过程是有点不够光明正大 那可是将来进入选举的时候 他恐怕要面对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你到底支不支持一个司法官说的政治 你将来你对于官说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未来他的政敌 或是他的竞选上的伙伴也会跟他这个质疑的 第二个就是说 那更尴尬的是 你连盛文一定是代表国民党选举 代表国民党选举 那你的获胜就是马英九的胜利 所以对马英九来讲 有连盛文这样的一个出马 那马英九的明年的这个七合一选举 不是就很稳当吗 因为从坊间的说法是说 反马的这些人希望在七合一当中 让马英九好看啊 选的不好啊 就把他逼宫啊 下台啊 那个让他把党主席交出来 党权交出来啊 那连盛文这么强大的一个候选人 在台北他如果代表国民党参选 然后他又选上了 那不是马英九也是可以沾光吗 所以这个斗争怎么做呢 我觉得政治这个东西很难这个评估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我敢打包票的是马英九一定很高兴 连盛文参选 那但是连盛文他怎么在参选上切割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然后他高票当选之后他会说 这个不是主席的功劳吗 所以政治这个东西为难的就在这里 可是我个人倾向于认定到现在 连盛文周边的朋友 希望他参选的比例非常高 可能百分之两百 但是他自己恐怕还在一个最后阶段的考量 未来的马王之争的发展 也或许他思索的一个基本的平台吧 也或许是指标 还有的看 是 还有的看 谢谢余寇姐 所以余寇姐刚刚那个分析就好玩 这有吊诡也有冲突更有矛盾 好 那么说国民党2014会选的怎么样 很多人在这次马王之争过程当中就说 嗨呀嗨呀2014没希望啊 我们的主席我们总统怎么这样子呢 那连盛文如果代表国民党出来选台北市 他是最有赢面的一个人 跟绿营跟党类似这样子 跟绿营比较 他也是相对有赢面 所以呢接下来呢 这到底是 我就要请教方老师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禁合 所以连盛文跟马总统之间 跟马主席之间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他选赢了党张光 主席张光 他选输的话 那马英九可能会觉得说 那你活该 但问题是整个战局输 这个主席还是要扛 所以在这里头 那他们还要继续派下去吗 两个还要继续针锋相对下去吗 你最近也留意了一句话嘛 就是说政治上面没有永远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是 那么从这一个政治现实的考量来说 当然马总统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 那么他是一个大局为重的 这一个心态的话 他当然会乐见 连盛文代表国民党在台北市的选举 然后还能够大胜 因为万一中南部选不好的话 那么台北市的大胜 应该可以稍微平衡一下 叫做选举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相信马总统他如果是从一个 国民党的大的局势的发展的需求 来着眼的话 他应该要乐观其成 而且在心态上面 就是有些事情 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 就是他过去 那么连盛文当时的 对于这一次马王之争 在所谓程序的上面上的一个表态 你可以看得出来 也的确反映了蛮多 一般民众的这一种想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里面的是非 其实应该可以做很多种可能的解释 而在彼此之间 我相信现在的需求 包括连盛文这个说法 家里面如果不团结的话 你如何去面对外面的 各种风风雨雨的挑战 所以从最角度来讲的话 我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 你从连盛文的很多应对进退 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那么在说法上面 往往都可以一方面 不把话说得太死 但是意识表达到了 那么大家 深深的体会他的这个话里面 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那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说 最少在国民党的大局 在台北市选举中 我相信马总统 应该会做一个比较智慧的判断 是好 我们大家这个剧情还得会演下去 大家可以再来拭目以待 我们今天就请东豪带来大家看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民调 这个 连盛文士目前是一支独秀 但不只是党内 这跟绿军的比较 也是一个不得了 那同样是在这个 万文忠实这份民调 也是在9月6号的 这个时报周刊的初刊 有告诉大家 那大家说那民进党 会派谁出来选台北市呢 其实都是老连孔 一个叫蔡英文 叫苏贞 只有这个柯文哲比较special 柯文哲 郎工有小小 自己觉得说民进党当中 也不是完全能够支持他 他也认为民进党 你不可能再重回 重返执政 此话一出民进党 如何接受他 好 那就是对蔡英文的 可能性是最高 因为两个数字是最近的 这在所谓的 这个抽样误差比当中 所以可看性最高 但是其他人 全部都不可能 只有联盛文还可以PK一下 所以他对国民党来讲 在这个 在下一届台北市场选择当中 唯他 非他 莫属了 其实不 不管是时报周刊 汪汪仲实这个民调 或者是其他媒体 像我们在新新闻周刊 我们都做好了 所有的国民党候选里面 联盛文确实是一枝独秀 一枝独秀 真的是一枝独秀 就是说 其他的国民党的 台北市长的 可能的人选里面 跟其他民进党的人 来比较的话 他没有那么绝对的优势 唯独只有联盛文 很明显 尤其遇到蔡英文前主席的时候 这个差距 是落在误差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用看戏的角度来讲 一个可以有能力 这个实地相当的PK赛 当然会比较好看 但相对来讲 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党的 提名者的时候 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如果是联盛文 透过国民党的初选 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讲 是最安心的 由于对中央党部来讲 通常对民进党的想法 应该也是如此 是 可是你在看这一场 这一场 这个 2014的这个 前哨战里面 苏贞昌主席跟蔡英文 这两位主席 大家想两个太阳 这两个太阳里面就是 谁都不想跳进来 这一次2014的选举里面 万一选上了怎么办 老问题 不是复杂的问题 是老问题 那联盛文跟其他的候选人里面 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不管是丁守宗先生 或者是蔡正元委员 他们都是很早就表态了 很明确的宣誓自己 唯独联盛文先生 一直都是模糊的 是 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一个报导 新新闻做过一个报导 说联盛文考虑不参选 好 这个报导出来之后呢 就有联盛文的朋友 跟我们困难 他们困难了什么呢 是 本刊的消息啊 是不是来自于 马总统那边的 对手阵营 也就是说 联盛文参选这个事情 为什么有趣 为什么在新闻界 或者大家外界 会一直不断的注意 是 所有的很多 他们周边的人 所传的包括是马 或者连 所以大家可以讯息就是 对彼此的揣测 所以也因为 对彼此的揣测 这里面才有文章 对 不断的出来 那你再看 联盛文先生 有个最有趣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他跟 马英九总统的从政之路很类似 没错 当年马总统 在政务委员卸任之后 其实对联盛文的 父亲 联赞先生 当年是不好看的 对 不知为何而在 但是后来 马总统就跳下去 选台北市市长 讲了一万次 还是选了 好 联盛文 同样的 如果他现在就说 他要参选 所有的一切大致抵定 我相信很快的 国民党就大致抵定 就再也没有 新闻造势可以做了 但是联盛文 只要一天不收口 只要他考虑 不做最后的决定 对 他永远维持了一个超然 进可攻 退可守的位置 是 继续会维持这样的高民调 对民进党的 不管是哪一组候选人来讲 是 他就必须再观察 那这 这从联盛文这一次 到到底最后 要不要选台北市市长 这件事情来讲 从这点跟当年的 马总统来讲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也许 也许当事人不同意 这样的说法 可是在我们在观察政治里面 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私王理论 马总统是现任的私王 但是世代交替会出来 会有个新私王出来的 通常旧的私王是会 你要么就是自己好好的退休 要么你就会被抛弃 所以我们在讲 有时候联亡之争 或者联亡新结的时候 有一些部分其实是跟世代 他势必是含在一起看 那当然最后再看联盛文 怎么选择 对联盛文来讲 如果他真的要决心从政的话 台北市长是一个好的地方 为什么呢 只有当任过之下是市长 你的能力才是真正受到检验 对 那在此之前 一切叫做光怀 叫做人气 马上有总统呢 跟这次王金平院长 他们两个最大的统长 一个是有人气 一个是有人脉 对 可是当人气溃散的时候 那就很惨 但是你只有人脉呢 变成像王金平院长这个样子 恐怕也不是这个 台湾社会之福 对 所以好这好玩的地方 谢谢东豪这边的一个分析 把以前是拿在这边 做一个相对照的话 会发现说 刚特别强调 马英九总统 当年要不要选台北市长 我刚说他讲了一万次不要选 那这个形容词 讲了好多好多次 据说估计是两百多次 不选不选 最后还是选 当年那个时刻呢 这个李登辉前总统 我牵起他的手 说他是新台湾人 这到底是高兴还是 还是很无奈 大家可以回后去想想 另一个年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 那现在如果最后 国民党推出的就是连胜文 因为他迎面最大就是他 那么国民党也该要 事在交替 那现在放眼看过去 可能未来之星似乎都看不到 第一眼看到就是他 如果真是连胜文的话 到时候马总统也得牵着他的手 在台上卖力的来复权 那画面真是精彩 好这很好玩的一个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的宿命 还是历史发展轨迹 就必须面对到的问题 但是我们休息片刻 待会儿就要看到 不管时间是为你选还是不选 特别是如果你决定要选的话 你对关说这个事情 是什么样的看法 你能够支持国会议长去关说吗 程序争议是一个要讨论的议题 但关说本身也是一个核心 在这里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哇恐怕有不少人 在这里还是会对你 产生存疑的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讨论